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跌77点 连跌第二天 昨天跌91点 今天再跌77点 也没什么正常的啦 你看八个交易日 涨了848点 不可能每天去的嘛 对不对 全球股市都一样啊 不管大盘或个股都一样 大涨修正 这都正常的 重点是整个架构改变了没 如果架构没有改变 那你放心的做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的是 这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四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新竹 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十月台股的新攻略 十月台股的新攻略 历年十月份 都是最强的月份 涨的机会偏高 你看最近这十年 只有两年 一百零一跟一百零七是下跌的 其他八年都是涨的 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一开始五天就涨了四百多点了 虽然这两天压回来一百六几点 可是 今年十月份是涨定了 包含外资也是大买 重点是什么股票会带头冲 紧接着 十一月初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 川普如果赢会怎么样走 如果拜登赢会怎么走 你要有策略 你要有策略 这个就是我这个礼拜 跟大家谈的一个话题 等一下 你如果知道报名专线的话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你如果不知道报名专线的话 等一下广告时间 有电话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四晚上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欧洲大跌 对不对 礼拜四欧洲跌幅都超过2%以上 德国跌了2.4% 英国跌了1.7% 法国跌了2.1% 因为欧洲疫情又高涨起来 那法国有好几个城市 从这个礼拜六开始实施宵禁 什么叫宵禁 宵禁是晚上12点以后 不能再做生意 不能人员再乱跑了 那这样对于有些商业行为 会有所影响 所以礼拜四的行情 欧洲股市全面大跌 那美国也因此 道琼开盘跌了300多点 可是传出来 美国的财政部长 要跟国会协商 要让纾困案在投票前 就让它通过 因为前两天美国股市掉下来 就是因为在国会 纾困案又卡关了 民主党不让它过 那昨天财政部长 主动跟国会来协商 希望能够在投票前过 所以美国股市昨天是开低走高 道琼收盘小跌19点 纳斯达克跌0.4% 费城报道题小跌0.2% 美国比较强很明显 因为川普已经讲了嘛 美国不可能再封锁 虽然有一些政治人物 有一些人希望美国 重点地方 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 再度封锁 可是川普说no 不可能 那既然不可能 那么美国经济的复苏 速度就会比较快 股市的表现 也会来得比较好 你看费城报道题这一波 三个礼拜时间 大涨了16.2% 我算过给大家看 你看16.2%你没感觉 你把它换成加权指数 相当于台股涨1968点 这样就有感觉了 如果台北股市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去1900点 哇大家都开心了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涨过 三个礼拜涨1900点 从来没有过 这个情况在美国股市 现在正在发生 那涨多 稍微回档一两天 也净胜的嘛 纳斯达克 虽然涨得没有费城报道题多 也不错啊 三个礼拜涨得快14% 13.7% 如果换算成台北股市的话 一千六百几点 也是很强啊 我已经说四个个啊 这四个月来 我每天都跟大家讲 在美国总统投票前 美国股市绝对不会变空头 一定是大多头 行情涨跌是正常 可是整个架构一定是多头架构 尤其现在剩下三个礼拜都要投票了 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提前投票 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两千万人了 那整个投票结果 在十一月初会出来 所以川普如果想胜选 目前民调还输嘛 他如果想胜选 股市绝对是不能跌的嘛 股市绝对是不能跌的 所以你只要有这样一个基本架构 行情起起落落 其实都没关系 个股强势的股票 但涨高就不要了 你看这两天涨高的 太阳能啪啪啪跌那么爽 对不对 你看太阳能 今天大跌了 包含MOSFIT的部分 前两天大涨 今天MOSFIT也大跌了 所以起管你不要堆 找底部的股票风压回 你就不会就丢啊 不要三星两亿 今天台北股市 一度涨了68点 十一点过后又杀下来了 可是今天外资只小卖31亿而已 所以可见的今天卖压是来自于哪里 既然外资没有什么卖 那就是当冲跟散户嘛 跟当冲跟散户的卖压嘛 尤其尾盘的沙盘 一般来讲12点半以后的卖压 几乎都是当冲 所以最近当冲很频繁啊 这一年来当冲的比例很频繁 很多人越做越有兴趣 所以往往尾盘当冲的卖压 就会造成尾盘的卖压 经常会看到啊 你看昨天也是啊 昨天也是12点半以后 当冲卖压就出来了 昨天跌了91点 昨天跌了91点 那两天加起来不过才跌多少 跌160嘛 对不对 跌160 前面8天 涨了848 8天起848 2天起816点 小case啦 小case啦 你看之前台北股市在沙盘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人美国没拔 只有我们在台而已 不好买台 你看讲完之后是不是大涨 美国涨更凶 涨到16% 我们涨了800多点上来 这两天比较可惜的是嘛 比较可惜的是 台积电 财报前就跌 财报后利多还是不涨 还是跌 昨天财报前台积电跌 财报发布出来的数字 又是创新数字 单季5.3 前三季14.47 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 那包含第四季的营收 还会持续成长23% 所以今年台积电有可能是赚20块钱啦 这么好的数字 今天反而起不来 那连台积电利多都不涨 所以大家担心这个行情 到底会不会有问题 你先不要这样想 第一个台积电 目前股价已经在历史高点了 第二个台积电涨不涨 跟利多利空没关系 为什么没关系 台积电股本2593亿 全部股票25993万兆 那这些股票都在哪里 外资持有1984万张 持有76.5% 外资手中有台积电1984万兆 它卖个5000张 1万张2万张 其实对它总持股来说影响不大 它先把台积电打下去再拉上来 怎么做它都贏了 懂什么 所以台积电涨跌 其实跟基本面已经没关系 而在跟什么有关系 跟外资要不要让它涨有关系 所以外资已经把台积电当成什么 当成它控盘的工具 如果外资要大盘跌 它就拿台积电来卖 把台积电打下去 大盘就下去了 它有大盘涨 它就把卖的台积电再买回来 担不下了 所以台积电它并不存在着 利多涨不涨的问题 而是外资把它当工具在运用 你要从这点下去看 才会客观 那昨天在法序会上面 台积电也说了 资本支出170亿美元 170亿相当于大概四千九百 液剂五千亿资本支出 以前台积电一年大概 一年大概都维持在三千亿 到三千五百亿 那这次提高到 接近五千亿的资本支出 谁说话 台积电在台湾 精密制程的部分扩大 五奈米到三奈米 这个设备会越贵 在美国又要盖工厂 大陆南京已经在运作了 也会扩充产能 所以每年不断投入很大的一个资金 半导体设备要注意喔 台积电资本支出 接近五千亿一年 你看连日本的信越 都来台湾设厂 要就近供货给台积电 所以台湾的半导体设备厂 要注意喔 你看最近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不是只有台积电而已 最近有个消息 有没有注意到 大陆要扶植自己的半导体事业 因为被美国卡得很凶嘛 卡到最后现在大陆决定想要去美化 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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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最近发布的命令 最近发布的命令 大陆要狂砸40兆 就半导体业 习近平承诺 未来六年之内 要赤支1.4兆美元 发展国内的半导体 1.4兆美元就是40兆台币啊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大陆已经超过1.3万家的中小企业 注册登记为半导体公司 大家要去抢那40兆台币的补助啊 那这样 那你申请半导体公司 要不要买设备 要不要设备 要不要买设备 台湾设备厂谁会受贿 我这两天大概整理了一下 台湾半导体设备的公司不少喔 总共有68家 那个族群很庞大 而且分得很细 那个机器分等系都不一样 谁会受贿 未来大陆的40兆台币的投资 跟台积电每年5000亿的投资 花落谁家 所以这次演讲会场上面 我会跟大家谈自己档 有三家公司组联盟 要抢台积电的订单 本来已经是台积电的供应链了 组了联盟之后 希望能够抢更多的订单 这怕你开门就7%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我会告诉你 半导体设备哪些公司是重点股 所以这边演讲内容很充分 有空的话来听 等一下广告直接 你可以打电话先来报名 那今天台北股市跌了71点 77点 今天最强的是什么 防疫概念股 全球疫情持续升温 已经超过3800万人确诊了 台湾在防疫的部分 药品是我们最可惜的地方 因为我们确诊人数太少 所以能够研究的案例太少 反而在防疫的部分口罩 额温枪额温枪 是我们的重点项目 是我们的重点项目 所以前几天跟大家讲 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你一定要注意 今天恒大股丸一路拉涨停 我整整天就讲了 股价从216回到120 几乎快腰斩回了4个月 今年一股是20块钱以上 今年一股是20块钱以上 你看今天开始拉涨停了 还来得及 这会有蝴蝶 还来得及 我已经说三个拜 全新的行情 全新的主流 第一个就是 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额温枪 额温枪的重点 就在热印这一档 因为热印是额温枪里面 赚最多钱 股价最低的 你看当时跟大家讲 热印还在八几块钱 讲完之后很快就 涨到96.5 这样就18% 我讲要三个拜了 热印我已经讲两三个拜了 你有买吗 你有买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希望有 因为有买就有赚嘛 有买就有贪嘛 有买就有贪嘛 你看每逢热印只要押回来 我就加码 9月营收年增218% 第三季再创新高 只要一压回来 我就加码 一买之后93.8 今天冲到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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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印的毛利率高达60% 第三季起码7块银以上 前三季起码17块以上 全年至少22到24 北印比才四倍而已啊 北印比才四倍而已啊 股价才刚开始而已 所以防疫干练股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注意 今天被动元件也没错 国具间 大盘尾盘太弱啊 把它给压住 国具什么时候会冲 等一下第二段我们再来谈 等一下广告时间 打断进来报名 礼拜六早上新竹 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 十月台股新攻略 广告政府电话 今天很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选择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雇 022-239-239-239-88 02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你们一边打电话报名 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演讲 一边继续听我的分析 我已经讲三个星期了 全新的行情 全新的主流 讲着讲着 大盘涨了八百多点 我没有 我没有讲一大堆股票 我就只讲四个产业而已 平盖 制裁中心受费股 国具跟防疫概念股 我没有换来换去 我换来换去 那大家都乱七八糟了嘛 对不对 我节目里面长期看 你们知道 只要我设定好这一组股票 我就会一直追踪一直追踪 从底部开始讲 让你看到一个大波段 你看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恒大是不是涨停了 耳闻腔的部分 一直跟大家强调 重点就在热硬 那对于要不可以开始去 我开始讲了 讲到第一波大涨 押回来继续买 押回来继续买 买完之后继续涨 今天又大涨 热硬要注意 到刚才开始而已 才刚好开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都说三星期 如果你有听进去 我想你应该早就买了 那有买的一定有赚嘛 要破好掉 那还没买的 这两天如果有押回 赶快买 或者加入我的行列 我带着你一起来操作 我带着你一起买 我国际也说三星期啊 国际也讲了三个礼拜啦 你有没有 我第一天9月25号 开始买进的时候 我就说值得一堵了 四百几块 剩下纯三百二十 你还不敢赌吗 你还舍不得买吗 你看我当时买的时候 9月25号324 这些讯号我都给你看过了 在收盘前 连续发了三四个讯号 叫会员赶快买进 一定买得到的啦 一定买得到 因为收盘 那天收盘是收在三百二十四嘛 买完之后紧接着 就发布鸿海跟国际结盟了 就穿那三百多个几块去了 连续每天涨每天涨 涨到三百六十三 涨到三百六十三 你看没多久时间啊 时间没多久啊 不然整天的时间而已 就起来这么快了 所以你以后有买就有赚 有买就有赚 有买的都探级啦 对 这礼拜有押回来 押回来我还是继续加码 押回来继续加码 今天国际三百六十三 你这几天这个礼拜有押回 你有买的 你有买的都赚钱啦 有买的都赚钱 今天国际又拉上来三百六十三 那是因为尾盘太弱 把它多头给押住 否则这个礼拜 下半场搞不好就会冲出去 那我为什么一直看好国际 我给大家看过 全球前三大的被动元件 最大的春田制作所 已经创今年新高了 你看这个礼拜 春田制作所已经涨到 七千一百三十五日币 今年的高点原本六千九百二十 已经又创新高了 国际又差点了 国际高点在四百九十八 第二大的太阳诱电 也已经上来创高点了 这个礼拜太阳诱电 已经来到三千七百零五 三千七百零五 是不是过了三千六百一十五 已经过高了 所以国际是严重的过后 这个走势长期来说 都是同步性的 所以外资把国际目标价 喊五百四十元 合理啦 合理啦 所以国际目前还在三百六 还在三百五十九 后星期随时会穿 后星期随时会穿 你看今天国际集团的开美 也叫涨停啊 对 拉涨停啊 国际的周线 指标黄金交叉就是大涨一波 黄金交叉就是大涨一大波 现在要多开四年 这是全新的开始 这是全新的开始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我们现在有好礼带回家的活动 一边跟着一起做 同时把这些最新的商品 一起带回家来使用 我带离部的 都是Double的基优股 我没有给你对管啦 买底部才会赚大钱 你要赚个三十百五十百 就会很轻松 就会很轻松 你知道今天群联也大涨了 今天群联大涨第一天 今天群联大涨第一天 那群联为什么大涨 前两天群联老板跟总经理 买回自家股票九百张 买九百张 九百张有多少你知道吗 你知道九百张有多少你知道吗 我算给你看 我们算他买两百七好了 买两百七好了 买两百七一张是二十七万 一张二十七万 买九百张多少你知道吗 两亿四千万 两亿四千万多不多 所以你不要看九百张 老板跟总经理自己花了二点四亿 买回自己的股票 那二点四亿就有点多了 对不对 尤其是老板跟总经理个人买回 那代表什么 代表公司内部有一些东西 我们看不到的 他们自己知道 尤其也代表公司派认为 老板认为股价太便宜了 所以老板开始买进 今天涨第一天 群联起头一天 这个没出来了 又是回跌三个月 今年业内加业外 起码五十块起头 是不是又是当底部的季后股 所以不用去担心指数的部分 很多一档一档赚大钱的股票 底部要开始上来 平概股的部分 手机发布完之后有点弱 你也不要小看它 我前两天给大家看过 今年销售至少2.2亿支 有史以来卖最好的iPhone 6 一年卖2.3亿支 今年iPhone 12有机会会创新高 所以平概股谁才是大赢家 我没时间说 留到演讲会场吧 这里面最热络的 最近最强的文贸 扩大投资850亿 850亿 台积电资本支出5000亿 才是股本的2倍而已 它850亿是股本的20倍 是股本的20倍 其他更多的内容 我们在演讲会场上面 再来跟大家做一一的报告 礼拜六早上新竹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十月台股新攻略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架 telef细 空间 observ范 групп ある項 粉 予杵 解释 释自兵